4月27日12时14分 娱乐圈又传出噩耗 据知名港媒报道 演员曾江在简易酒店去世 享年86岁 在27日中午 一位酒店工作人员发现一位老人 祸到在房间内昏迷不醒 情况不妙 他随即报警求助 经过警方的调查 这位老人已经去世 死因还有待进一步的确认 经过辨认身份 这位在酒店去世的老人 正是知名演员曾江 事故发生后 网上一片哗人 不少粉丝影迷都表示 一切太过突然 1934年 曾江出生于素有东方之珠美玉的香港 父亲曾是上海富商 主营水产生意 据说当时香港 卖男杂海鲜一条街的房子 大部分都是老曾家的 在那1949年深河巨变 不得已之下 曾江父亲在携全家逃至香港 自此定居下来 生长于影视业蓬勃发展的香港 使得曾江从小就对演艺圈耳濡目染 梦想着将来能成为一个家与户晓的影视明星 因家境富裕 曾江就读于当时比较有名的九龙华人书院 为了完成梦想 读书期间他非常努力 各科学业超前完成 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学霸 尽管曾江从小就埋着一颗明星梦的种子 可他真正步入演艺圈 却是因为妹妹临催而起 某日当曾江去看望正在拍戏的妹妹时 高大英俊的他立即吸引了导演的注意 并在其引荐下步入了演艺之路 上世纪五十年代战乱刚过 身处太平盛世的人们开始追求精神上的享受 影视成了人们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粮 而当时的影视圈对演员的门槛没有那么高 再加上曾江自小便身在演艺之家 又有着较好的外形条件 于是刚入圈便获得重用 1955年在电影《童林鸟》中 曾江一出道便获得担任男主角的机会 和当红花旦 由米连媒上演了一出现代版的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故事 令作为新手的曾江有些措手不及 可他更明白一个道理 只有努力才会迎来演艺事业的重大突破 改片上映后取得了很好的票房成绩 年仅21岁的他也因此名声大葬 尤其是他那高大俊朗的外形 更是引得众多迷妹为之神魂颠倒 次年在王天林导演的爱情故事《那个不多情》中 曾江再次获得当纲主演的机会 在片中饰演曾家树一角 和诸多精力万般艰辛 才从龙套一步步升级为红星的演员们不同 曾江一出道便满血 星图无可限量 当大家都会认为曾江会在演艺圈持续贡献影视佳作时 正当红的他却做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决定 到美国加州大学进修建筑 学成回港后还做过三年的测绘师 学师结合当时的影视行业想一下 也不难揣摩出曾江的想法 上世纪60年代 人们虽然喜欢看电影 却总认为演员这个行当属于下九六 是以曾江重新规划人生路线 也就无可厚非了 曾江重回演艺圈发展 同样离不开姐夫的扶持 秦健是香港知名导演 而林翠正是和他音戏结缘 总建了婚姻的殿堂 至于此后 少是武打巨星王宇半路杀出横刀夺爱 还生下女儿王心平 导致秦健愤愤而死 那已经是后话了 1964年 曾江出演了秦健指导的电影大马戏团 并在片中担任男主角 一路兜兜转转 终于回归了最热爱的演艺圈 尽管已经脱离演艺圈数年 但曾江毕竟在演艺圈辉煌过 此时再有妹夫提携 同样心图无限 此后曾江连续出演了 《玉女英魂》 《女黑侠》 《血战黑龙党》 《聪明太太》 《笨丈夫》等诸多影视作品 《红的发子》 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 演艺圈更是如此 无论多红的巨星 都会随着时代的变化 逐渐被新生代演员取代 1974年 已经40岁的曾江开始转战电视剧 在香港电台拍摄的 《狮子山下 蓝玉白》中 饰演高定天一角 此后又陆续参演了 《狮子山下 新邻居》 《狮子山下 罗炮风波》 《狮子山下 他的下半生》等系列剧 1981年 已经47岁的曾江 感觉在电影界累了之后 便将一门心思投入到电视剧方面 而他此时的决定 无疑是最正确的选择 在杜琪峰指导的武侠剧 《女黑侠木兰花》中 曾江扮演陈舞悔 在《良船微版路由记》中 扮演陈静男 中任发版《笑傲江湖》中 摇身一变成为乐部群 在电视剧方面 尝到甜透的曾江 正反角色皆能游人有余 依然是个不折不扣的戏骨级演员 并不是年龄大的演员 都能担得起戏骨之称 但曾江绝对能详此美誉 自1987年开始 两人陆续合作了多部经典影片 而曾江也自此开启了大反派之旅 而且基本上是肖雄 每个角色都深入人心 事已又被大家称作为一代肖雄 上世纪90年代初 东方好莱坞已不复昔日辉煌 精于舞台剧的曾江 又将眼光描向了演技要求 更高更专业的舞台剧 直到1999年 带电影市场回暖 痴迷演艺事业的他才重返荧幕 参演《血冷未冷》 《安娜与国王》等影视佳作 年轻古兮仍在演艺圈发光发热 这对于戏吃曾江来说 无疑是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在此后的几年时间 曾江不但在内地影视圈爆演技 也参演了好莱坞大片 007之择日而亡 演艺成就 匪深国际 2007年在舞台剧《德灵与慈禧》中 曾江饰演荣禄 并着精湛的演技 获得第16届香港舞台剧奖 最佳男配角 实属实至名贵 人生七十古来西 对演艺事业兢兢业的曾江 也从未放弃过对影视剧的追求 76岁还在电影《窃听风云2》中 出演黄世童 风采依旧不减当年 凭借该片《增江荣获》第12届 华语电影传媒大奖 最佳男配角 以及第3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男配角提名 尽管最后没能将奖杯揽入怀中 却也尽显了老戏古之演技 再次在《窃听风云3》中闪亮登场时 他已经80高龄 用戏鼓之称 已经不足以对其赞赏 2015年8月12日 谢霆风父亲谢贤过79岁生日 举办生日记者会 当时的胡峰 曾江等香港圈内老艺人前来捧场 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79岁的谢贤 因为鸡毛蒜皮的事斗嘴 接着谢贤起身撕扯曾江 并动手打了曾江 掌锅在曾江脸上 谢贤和曾江都是香港娱乐圈 举足轻重的老艺人 德高望重啊 演过无数影视剧和角色 曾江1983年 因饰演《射雕英雄传》中 黄耀师一角为内地人所熟知 而谢贤也在1983年的《射雕英雄传》中 饰演杨铁心一角 两人这次打架 因此被称为杨铁心爆打黄耀师 事后曾江接受访问时说 我们没试过动手 今次我觉得他是冲动了一点 笑称等谢贤道歉电话 就此记者致电谢贤 不过他听完即再次发火称 等我电话 叫他等我入棺材那天了 在谢贤转过曾江后 媒体通过谢贤的说法 得知两人在录制节目时产生了隔阂 谢贤也早就对曾江不满 因而才在现场爆发 但对于谢贤的举动和回应 网友并不买账 大家直言谢贤为老不尊 刚愎自负 殴打劫来祝寿的曾江 实在是人品素质有问题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后来这件事还被曾江妹夫王宇知道了 他更是隔空喊话谢贤 要么向曾江道歉 要么滚到台湾来见我 当年王宇为了帮曾江 也是相当不给谢贤面子 可惜王宇在4月5日遗憾去世了 尽管谢贤没有回应王宇的威胁 但作为曾江多年的老友 谢贤显然也知道 自己当时的举动并不妥 数年后在曾江因病住院后 谢贤也找到机会前去泰望 并当众向曾江鞠躬道歉 可在此事件之后 两位老友再也没有联系 也没有恢复到以往的好朋友关系 2016年 不服老的曾江参演了电视剧《包青天》 片中饰演公孙秀父亲赵哲 本年录上映的都市爱情剧《蓬莱坚》中饰演海民间 同比钟爱的演艺事业 曾江的婚姻更加绚丽多彩 漫漫人生 曾江先后经历了三段婚姻 每一任妻子都是风化绝代的大美人 第一任妻子是已故女星蓝帝 适比是男生中心目中的梦中情人 第二任同样是名造一时的性感模特邓拱碧 才子佳人 献煞旁人 第三任妻子 也就是和曾江共度余生的昔日影星 娇娇 两人因都是再婚男女 携手后也就更加懂得珍惜家庭 如今儿孙满堂恩爱如初 老戏骨曾江刚出道便宏记一时 此后转型做策绘师 几年未涉足映台 重回映台仍是票房保证 芳华不在后座甘草 依旧风采不减 堪称黄金配角 行将旧幕之际 仍驰骋于影视圈 除了敬业精神可嘉之外 更令劳影迷们心下甚畏 宗肃其一生 用一句游戏俗语形容比较恰当 形同开挂 就在昨天4月26日凌晨 曾江的社交平台还更新了一则动态 是他记录他的拍戏日常 画面中曾江打扮绅士 精神抖擞 他的配文充满着对生活的热爱 如今却传来这样的噩耗 实在令人既心痛又唏嘘 但愿曾江一路走好 他的作品会一直陪伴我们 如今的演艺圈 尽管影视公司泛滥成灾 观众们却屡屡常叹巨荒之苦 原因何在 原以为主要源于小鲜肉们的演技 还不足以支撑起高质作品 但只要得知某部戏里 有老戏骨残演 便会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看下去 毕竟他们才是影视作品的质量保证 又或者说 有这些老前辈们指点迷惊 新生代演员们便可以学到更多东西 重塑华语影坛之辉煌 未来始终是年轻人的 我现在答应过了